我们在练一些你不擅长的发球 我建议你都先把这个板拿住了 先全部像你正常打球这样握板 你看我的球拍这样 我拿我正常这个虎口去对住这个拍的拍肩 对住以后 我的两个指头这样去像捏 把这个球拍这样 大拇指 食指 夹住这个板以后 把后面这三个指头并上握住这个拍的拍柄 所以握抛我们要找一个手拿比较舒服的 老多人上去的时候这个食指老这样 但是我给大家说就是你后面的时候 我们在拉球或甚至发球搓球的时候 是需要手指去发力的 你需要手指发力的时候这个指头就用不上了 所以你打横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后面这个食指要稍微的握平 握平一点 能有些球稍微往上一点点 这个也没关系 尽可能的握平 其次呢就是我们去看 你想看你的板型会不会过于外撇 或者过于内勾的话 你拿住你的球拍把你的这个手这样伸出去 伸直 你看它是不是跟你的小臂 大概是一个直线 它没有这样 也没有这样 明明你的握拍就比较规范 有些人可能一伸出来放松的时候 一伸出来手是这样的 手腕这块就会这样 你的手腕始终基本上跟你的小臂是平行的 然后大拇指呢 有的人大拇指会握得稍微偏上一点 我现在握的这个球拍的这个位置 就是抠着这个橡胶一点点 你不要把手握到这 你放到这个位置 你抠不到你的胶皮的话 你这个力量传不上去 你这样的话 你看我一使劲 手腕晃 我在手指发力的时候 我食指一发力 前面没有一个跟它合力的一个地方 没有限制它的一个地方 手腕就这样晃起来 看到没 松 你看这样 所以你这个手 同板注意 你一定要拿上来的